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有問必答的環節 這次嘉賓,我們請來Wafi跟我們討論家庭觀眾的問題 Wafi,你好 見到電話旁邊,接聽了黃先生的電話 黃先生,你好 你好 想問哪幾隻顧粉? 我想問兩隻,第一隻是三九零中國中鐵 第二隻是二三四三太平洋航運 中鐵就在八個兩號七入了三千股 是 太平洋航運就在三點零二入了六千股 都不是一些很低的價位,現在都蝕到很多 明白 我們先看看中鐵,中鐵八個幾馬入 現在六七五半,今天大跌市之下 股份都跌超過五百分 現在跌跡近百分之六 如果是的話,中鐵的前景應該是怎樣 和怎樣部署好呢?黃先生 當然這個前景上看,其實是不差的 但其實這樣說,這一陣很多東西都不是說 只看前景或者只用基本面去看 特別是整個市場的氣氛不好 其實縱使你本身的股份 是基本面的強也好,都要一起跌了 所以面上中鐵的跌不是說跌了特別差 反而只是受到市場的拖累 所以這樣說,我覺得本身去到這一刻來講 大概是百元幾毫左右有貨的時候 沒錯,上面上說現在都虧損一定的百分比 但是是不是叫做很大的虧損呢? 我覺得又未至於是 甚至乎我覺得去到這一刻 我不是那麼建議,那麼急去走 除非你拿著那些股票不是好 但本身拿著那隻好股票的時候 我覺得又不需要那麼急去這些位置走 但當然你比較想安心一點看 看兩個位置 一來就看六個半附近 我覺得只要這一陣跌勢也好 只要不跌穿六個半的話 我相信暫時問題不大 你可以回這些位置做初步的一個指示位 穿回來才考慮走貨 而不穿的話,反而彈高一點才去減一減 如果真的這一陣跌勢有機會再上去 看看有沒有機會試一條五十天線 大概現在的位置在七個六毫左右左右 有機會破這位置 我覺得暫時就… 如果到時是破到這位置 意味著有勢,要站穩一點 我覺得又不是太擔心 另一隻2343太平洋航運三個零二 現在正在做2個4毫三 今天跌幅都有超過6% 其實這隻股份前景又是怎樣 是否沒有中鐵那樣好呢 它又應該怎樣去保處好呢 當然,回到前景上看 這隻就相對較中鐵為之審實一點 當然,其實這些航運股 或者是造船股 即是船企 你說怎樣看呢 其實很推薦大家是買,究竟買在未來 還是買現在 現在的話,整個行業都不太理想 但你又買在未來 沖景仍然有改善 很多時候這些股份都有資金去追 所以好看你買哪件事 但始終如果這些是買沖景 不是說太實在的話 究竟是甚麼時候改善了 或者分上來 真的沒有一個實質的時間 所以當這些在沒有實質時間 偶爾只是買沖景的話 當我試著逆轉一差的話 它一定會跌得更加深 所以你明顯看到它這一層 其實相對跌勢比較多 所以反而這兩隻比較上來 我覺得中鐵就可以拿著它 但這隻來算是穩定它 去沖沖或減減綁換 而且這番走勢來說 更加今天這樣跌下來 是穿了大概2.4.5元 這些初步支持位 變成一個阻力 所以好看一看 今天或者這兩天來算 能夠站上2.4.5樓上去收 如果能夠站上2.4.5樓上去收 我覺得起碼站上2.6樓 才減1減1減1高貨 但如果站上2.4.5樓 看到慢慢走越低 我建議先人止蝕利場會好些 明白 止蝕的話 是否你建議全部都走完好 如果以分這隻來算 其實可以考慮它 真的走完先 因為始終我都要這樣穿下去 其實意味著向下的勢 其實越來越明顯 好啊明白的 黃先生還有其他股份問題嗎? 沒有啦 不過其實現在持有幾隻都是這樣的情況 都要看回它的基本因素 是不是一隻好的股份 你其他可以 不如讓你問多一隻 你還想問哪隻? 諾洋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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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是多少錢買入? 五個九號半 諾洋玻璃五個九號半 如果是諾洋玻璃 其實前景又是怎樣呢? 如果以分108隻諾洋玻璃來計 其實前景就 坦白說它本身的基本面是一般的 一來一來一向都業務業績都不太好 但是它有概念 一來是炒過重組 二來就股局差價折讓 這兩東西之前都令到股價度強過 但是正如剛才都說 這些是炒過重組的衝頂 雖然預早會做 但是也一樣 什麼時候會做呢? 現在就很難說的 因為市場不好 可能愈壓愈厚都不站 所以變相有機會 如果市場仍然這麼反覆的話 我覺得它反而有機會跌深一點 所以如果你本身失手上有貨 我覺得你看著價位 暫時來說 比較大的位置 看四個半附近 如果這一層是能夠站著四個半樓上 我覺得你還可以保持住 但如果四個半失手了 我建議考慮減磅才會比較好 現在正在做四個九號一 看著四個半水平 我們聽聽另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是有邱小姐的 邱小姐你好 主持早晨 早晨 早晨 想問哪隻股份 我想問三隻股票 首先是20000和匯豐5號 這兩隻而言 它較已跌穿所有的股票 我想問這兩隻股票 波夫如何行發 和哪個位置買入 還有問多謝騰訊 亦未有貨 我們也想問一問 波夫如何行發 麻煩兩位 我先收視 麻煩你 多謝你的查詢 20000迎賦基金 今天跌幅超過3% 跟著大市22.25 破了底 22元見過 5號今天也是破底 62.1 62.7 現在做跌幅超過3% 先回答一下迎賦基金 Rafi 你覺得跌未來的波夫是怎樣 未有貨的話 建議什麼價位去吸納 以回營賦基金來計 暫時的波夫其實是難看的 特別像恆子一樣 都一樣穿了底 所以穿了底 我覺得很難說區間是怎樣走 始終底是難猜 但如果你本身稅務上沒有貨 我覺得其實你想考慮去初步吸一吸 其實我覺得又不是不可以 因為始終營賦基金都是買物分個市 當然市現在還是弱的 但是買了這些ETF 都不斷說是分駐吸納或階段吸納 所以其實去到這位置作第一駐的部署 我覺得不是一個差的選擇 縱使你說就算未來 市再跌也好 起碼你這刻的賣入價相對都算低 所以變相可能第一駐在這位 再跌下去 才考慮去第二駐或第三駐 如果又算不跌的 反彈的 起碼你都在這裡買多一駐先 所以去到這位置大約22元左右 我覺得都可以考慮去做第一駐 但當然你那個勢有沒有機會好一點 好看就是這一駐能不能夠上23.5樓 如果你可以站上這位置樓上 我相信才會慢慢有機會高一點的位置 明白 另外一隻都是大男丑來的 5號仔 譬如惠鴻62.7的水平 他都想問那個波幅和什麼價位可以去吸納 當然以匯豐來計 其實就一樣 其實這樣穿下去的話 就很難說那個波幅是怎樣 但是上面這個阻力 就明顯地是64元邊這位置 如果站得上去 我覺得才有機會做好一點 如果不然的話 我覺得60元邊這位置 可能都有機會試一試 但是這樣說 其實去到這位 當然匯豐的基本面 其實自己的看法就不算太好 因為其實一向都很麻煩 但是去到這位 其實從息率上看 其實是吸引的 開始上到6厘樓上 如果以一個6厘式的股份來說 我覺得現在慢慢都會發現一定價值 甚至乎以匯豐來說 最主要受惠就是中線的加息的看法 雖然這一刻就慢慢壓後了 但起碼預算都會是加的 只不過是持用了 所以去到這位 大概60元邊鬆一點 62元邊左右 其實我覺得一樣 不是一個差的選擇 因為如果你本身收入上 之前很多貨的 就叫你這些位置不要厚 但如果你本身收入上 沒有什麼貨的 甚至乎有一定的持貨能力的話 我覺得你當然不是叫你一柱 買了下去 但如果你這一刻做第一柱的吸納位 我覺得其實選擇性 不是算太差 今天騰訊沒有破底 現在正在做127.9 跌幅都超過2% 你覺得什麼價位可以去琴那位 其實騰訊相對較強的感覺 雖然是跌 但真的未穿底 甚至乎還在120多元邊 我覺得也不需要太差的走法 但說回來 這刻你可以說它較的市場強 但如果二來 假設市場在下市的時候 它追回跌又不奇怪 所以現在還要先看清楚 所以暫時來說 我覺得騰訊 縱使它對這位其實是吸引的 或者基本面其實都是好的 但始終它的訊號上看 不是那麼明顯的話 我反而建議這一隻 稍微鼓一鼓看著 看看有沒有機會試回 例如8-2元左右 我覺得才慢慢考慮 明白 到時間差不多 我和你做個申報 剛才講過股份 請問你有沒有持有的 也沒有 謝謝 有稍後再回來 還有一節的問答環節 家庭觀眾可以打給我們 或者是電郵給我們 待會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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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 在 LAUGHTER 円 沒錯 你們